这是大家印象中的竹内亮 这是电视上的竹内亮 那何之沫员工眼中的竹内亮 又是什么样的呢 亮叔不要穿那件橙色毛衣了 前耳 亮叔有一次把裤子都弄丢了 我怕什么事情 丢了牛仔裤 导演赶紧去治你的鼻炎吧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吸鼻子的声音 亮叔不要老八卦员工私人的事情啦 对于老婆的微信一直不回 她就向我的微信文件传输助手 有一天亮叔没空讨论项目又要出差 他就把剪辑师塞进了去机场的出租车 剪辑师自己坐巴士回来的 你得干什么你快回来 亮叔其实还挺不容易的 现在年纪大了 对员工也比较宽容 变得慈祥了很多 导演啊对于非专业领域的创作还是挺能给空姐 导演和平姐两个人开车总管了整个日本 非常辛苦 终观日文圆满结束 这次拍摄 我见到了我超喜欢的迪哥 也见到了超级喜欢的迪哥妈妈 拍得我焦虑挺好 终于卸下面具了 一滴机加油康康牛逼 因为亮叔的奇思妙想 我第一次进了恒店 恒店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带着亮叔拍了那么多年的握住 今年终于可以用敬业的不迟到的主持人 哇 好可爱啊 是农村的味道 华为的100张面孔海外片 获得了国际短视频大赛的评委会大奖 去日本参加了《才会长江》的点音会 看到了很多的日本人 对长江对中国那么感兴趣 奇娃妈妈子摘 确实是一个超级妈妈 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我想要我老三的是 我说我还想要孩子 她直接一愣 今年亮叔还大力鼓励我们 去拍自己的作品 非典型家庭 是我在和之梦的第一个个人作品 能够顺利播出真的特别感谢大家 我说但是妈妈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说我没有找到那个对象 我们今年第一次以终于的认识 拍出了新的和之梦风格 重新燃起了我的终于之吻 时间回到现在 2023年即将过去 今年我们也在和之梦玩得很开心 一边向着公司的目标努力 一边享受着喜欢的事情 虽说向世界传达真实中国 这个slogan听起来很官方 但这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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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在做的啦 老铁门拜托多多一键三连哟